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節大家又會聽到我怎樣數這個 即是這件事,不要說針對人 其實這個人,雖然他和我不是朋友 但我真的很不像一個男人的行為 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支持我們討論 我們今天會講到霍哥 哇,五仔,不是把霍哥罵了嗎? 不是,是搞錯摸而已 其實霍哥是脫微辣 IG刪微辣相關資料 割席,我猜他也是 多名藝人跟大隊被招大爛臨頭各自非 只是大爛臨頭各自非 我都夠講你們這些細菌 為什麼這樣說呢? 黏在一起,又說成群蛇鼠一鍋 割席又說大爛臨頭各自非 你們這些傻子,說完了 對嗎?好像我以前這樣 窮的時候就說我是垃圾 做了這麼久都是廢 有錢的時候就說我這樣那樣 怎麼都是死的 他不理的 不理的,真的不理的 還加上媒體做標題 就是煽風點火,好啊 愈嚴重,愈多東西看 這樣 霍哥也算是這樣的 說過又說 就是阿貞對他的 一些恩惠 不知道怎麼報 但我今天也想說 熊飛龍告訴我 資料搜集的那位熊飛龍 就是經常被人踩他 說話懶音那個 這個也是個欺凌 很多人說有懶音就有懶音 有懶音聽了 不喜歡聽就沒有聽 我經常說他很努力做資料搜集 我想說熊飛龍是漏口的 他說話是會漏口的 是的 他不是說話很厲害 不過他是很勤力的 沒有辦法,他是有乳病的 那就改吧 那你叫個壞的人跑步給我看看 我不跟你說太多了 總之有很多人說 要懶音 你們欺凌了別人是不知道的 我也想他改 但沒辦法 我先說回熊飛龍那裡 這個消息是熊飛龍告訴我 家聰是熊飛龍的老闆 我不知道 我知道之後整件事就通了 是老闆 有你粉的味道 那你 其實這檔的品牌已經結束了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真的有很多事情 首先他這樣對一個女人 那種無情 就是整間公司那種無情 你讀那篇薯仔文的聲明 不關你們的事 那就是關誰的事 我也不知道關誰的事 那這個品牌完結了 是沒法做的 你以前就有 就是 哇,關注薇辣的名字很厲害 是不是? 就是以前 貼我們那位小妹都貼上去 大人都想貼上去 但是有些人貼誰都會死 是不是? 現在死了 真的死了 這叫什麼?社會性死亡? 這個名字怎麼可以再出來 你可以這樣 霍哥以前未辣 不過他清全 因為這樣 我覺得還是不像他們這些人的行為 首先我看到霍哥起碼沒有 跟隊一起鋪上去 究竟在做什麼 有人說不知道 不知道那個人就當你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個個都不知道 有些知道的 知道的是不是很惡魔呢? 就是那些 那些是陸豪子哭著的 流人 哦,原來哭是 是啊,我真的很喜歡哭的 這樣 為什麼要串人呢? 人要免樹要皮 讓你玩到抑鬱症 這樣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不成熟的行為 還有一個老闆 有什麼好玩呢? 有什麼優越感呢? 做這些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那是不是因為這些事情 令霍哥 真的不像你們這樣 我看看新聞怎麼說 慢慢再評論 其實你走就對了 因為 薇辣的品牌已經結束了 真的結束了 我經常以為 家聰只是一個員工 原來他在裡面是老闆 我還誤會了你 我誤會了你 是混合阿貞 因為你是一個藝人 經理人會丟多工作給你 原來不是 是你聘請他的 我是你聘請他的 這樣 後來阿貞自己走 還是你逼走 人家是怎樣的? 怎樣走的? 有沒有交代一下? 但不需要 你們只是在感情事裡 一說出來 都知道你不對 你自己也認不對 好吧 好了 那麼 霍哥 在阿貞離世之後 IG透露對方對自己是有恩 隨後被網民發現 他社交網站上 以將薇辣相關資料刪除 此舉疑似 與薇辣割席 霍哥如果大家有看薇辣 他以前不太出門 當然他是最早那班的幕前人 一班霍Sir 出來扮警察 然後響起音樂 然後跳舞 和豪D 豪D又好像不太見過關事 其實豪D你也要走 我勸薇辣那些藝人 全部都是要走的 有些關事那些就不能走 無緣無故衝出來的豬隊友 有些嫁了人就算了 就算我當你有些真的不關事那些 但是被網民這樣斬著 你也不能做 完了 是呀 當成是一場夢 六豪子經常說追夢 一班追夢的人 完了就睡醒了 要展開新生活 最近有句話 我聽六豪子說得最多 大意想言地說一句 他說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一班人可以走得很遠 不是的 一班人可以搞得很嚴重 原來 因為人本身是很苦的 很複雜的思想 如果你不是拿著一個 慈悲平等去經營 是會死的 即是他那個行為 我上集也說過 這班人很無情 他沒有想過這個無情 可以令人這麼嚴重 即是你玩一下五仔就沒事了 如果你對著我哭 然後我六豪子對著我哭 我走的時候他留我 他說是呀我喜歡哭的 我可能 我上一集 我最多說這傢伙 我可能連這句也不說 原來是這樣的 我也不會覺得是假的 但是那個女孩 她受了很多情傷 很多委屈 是的 那麼 很少的傷口都會足以 令到細菌感染 然後敗血病身亡 要這樣去解釋才明白 因為心靈的創傷是很抽象的 要用細菌、肉體、抵抗力低 你就明白 霍哥那時候 IG黑底白字透露心聲 收到很多訊息 他說現在著眼點也不應該是我的 他死者為大 讓家屬先好好處理後事 他是我的事 容後再說 又感觸地說 他對我恩 我是記得的 不過霍哥以前 應該不夠家聰紅 不夠豪迪紅 後來不知道 有什麼恩 可能有些品牌sponsor 或者帶他 就帶他 因為其實他算是特色演員 霍哥 後來搞一搞一搞 變成主將而已 我記得當時是紅誰 那時候 雲吞也紅 雲吞也紅 雲吞之後 因為一些事情 都是被網絡的壓力 有些人說他上學 free rider 上學 free rider 我以前也是支持他 我說扯他們讀書那些就算吧 你過了學校還說學校的事情 還要別人上網說你學校的事情 然後你自己不做 當然有人說他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也有什麼問題 他不是強姦 不是非禮 你現在看回這件事 其實是嚴重的很多 如果當時 雲吞不走 他還有在這件事 其實會 原來走了就好 你猜不到 我第一個被人兜了 離巢的 反而是不涉及當中 就沒什麼 那時候 每個人都紅的時候 霍哥都沒有紅 可能阿貞就是 經理人的身份 說要遇上他 他要有份 什麼要遇上他 帶他出活動 我猜大概都是這樣 只是猜的 做這行是這樣的 不是什麼因 或者說這個形象好 幫助他的事情 那些人其實是勸他 勸霍哥 我相信和薇辣割蓆的 我收到很多訊息 走啦 這群傻子 那些人 他現在刪了十周年頭像 人們猜 是否割蓆呢 那個位置還沒算 因為你十周年 不會搞成 永遠陳鋒 你怎麼有可能 我說的 不用預言 我說的 薇辣的十周年 反應熱烈 你一定會退票 一定會給人家 是否買了票 要進去看 十周年 我不知道 沒有 搞不成 不會有得搞 不會有得搞 我怕你有得搞 你這些人出到公眾 被人襲擊 不要搞 這些群情洶湧 你們這些人 已經是社會性死亡 不能再出來 搞這些事情 現在這些人是抵制 你未來大排檔那個茶餐廳 在香港沙田那個 搞一些生意 各樣 越搞越大 你走得很遠 分支越大 你傷亡就越慘重 不過不要緊 你們發場夢 你六毫子 家聰那些 賺不少錢 原來家聰是老闆 有股權 我也不知道 他很聰明 低調處理 他低調 推了六毫子出來 以為六毫子才是老闆 六毫子很喜歡扮老闆 家聰很喜歡扮員工 他低調 低調是對的 但是因為有這樣的情況 這件事是你打出來的 人家怎會 就算你退出了 你在幕後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一定是破壞的 這個品牌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是跟那些微辣的人說 你不走你也很快走 羅拔濤那些不關事 就快走 蘇琳那些沒有人罵他 可能他自己管理的 那些帳號管理得好 我見他最近做的咖啡 有一天開始喝不知多少杯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 告訴我蘇琳 我在韓國見到很多女人 去到中年是韓杯的 原因就是飲咖啡多 流失了鈣質 別打算喝咖啡 很大有益 少量的沒有問題 一杯 不知道多少杯 到時候你的骨質疏鬆 又高又成功 高那個韓那個杯 那些害不夠 別裝聰明 這樣才行 我知道你有做運動 蘇琳那些沒有被罵 不關她的事 很多人都不關事 好像有個澳門小姐 沒有人說 但你不能再掛著微辣的名 這個品牌完了 臭了 真的臭了 是呀 那你霍哥這些 當然你說 你說 你又不可以 你又不可以 跟他們說 其實你們臭了 做事又不可以這樣做 是吧 你又不可以跟他們分析 但是你暗瓦底 你說剷了微辣那個 他之前都說不做的 這只是下定決心令他離開 那霍哥就好命 就是 一說走 然後 哇 多少人報導 清傳 好啊 行啊 但霍哥我覺得你 你真是靜靜靜靜靜找回女朋友 你經常假裝有女兒 你搞不定 哈哈哈哈 你這樣搞法 你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我以前好像你這樣 其實你在做的事 跟我以前是差不多 你有留意我以前的影片 你也知道 沒有好處的 自己引自己的 那些女人 玩一下也無所謂的 認識一個朋友也無所謂的 你不要假裝自己很風流 你也不是這樣的人 當然 你喜歡美女 陰陰樣樣樣 當然是正 我都明白的 但當你找到一個很正的女人 在你身邊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那些狂風浪蝶 是的 我緣份下又是起起 又是疫情下 就不用看到狂風浪蝶 的時候 人就會比較定 是 但霍哥這個行徑 其實我當你是真的 我就覺得是對的 是的 他說 另外有個網紅 在IG公開霍哥私訊 說 他推出了 他說我會離開 他承認出 再加上霍哥曾經 在以前影片說過 除非公司倒閉 否則他不會離開 他其實之前是忠心的 但是現在他說他會離開 原因就是 你自己想 這班人 我說過他有多無情無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這段影片 不止他的行為 道不同不相為謀 玩到他人都死了 玩到他人都死了 都說不關自己的事 哇 你們這些人 這樣也可以的 這樣也可以的 喂 不是吧 過不了自己 怎麼過自己呢 對 很多藝人跟著大隊 江流也說走 江流也有份放在哭哭上 可以嗎 還是你又說 我不知道 六毫子那時候是這樣的 有沒有協議 有沒有協議 做一些公關好一點 如果真的不知道 沒有心 Tina走了 還有幾個女孩 什麼Amanda Cas 這些全部都走了 早前一禁 離世 火速衝出來 澄清自己沒有霸凌對方 被網民封為梁博子梅花的佩南私藍 都靜靜地換了頭像 亦都刪除微辣工作聯絡的字眼 哇 你這樣搞的 你太過出眾了 雖然你說 別人問他 你可不可以消費人 我覺得你現在都在消費人 是啊 全世界都鬥消費 不是這樣的 那一下要 你的公關應該怎麼做呢 當時 首先 你出來有個朋友 認識的 死了的時候 應該是哀悼 應該是哀悼 很傷心 說和他點點滴滴 他這樣 然後有人叫他回應 他說 那件事 其實你們不說欺凌 我都不知道是欺凌 我不知道 其實發生什麼事 可不可以你們告訴我 你用這個態度 你就可以走了 你的態度 當時 我不知道 是啊 有什麼事 今天說清楚 不是這樣的 有個朋友 在這裡 這樣離世 哀悼 死者為大 那天是阿禎的新聞日 不是說 我喝 沒份了 出來割蓄 不是這樣的 錯了 錯了 不是這樣的 你現在出來做 都可以的 試試慢慢 原來都刪除了 微辣的工作聯絡字眼 火速割蓄 快走 這樣就 聽到微辣這個品牌 玩完了 連阿豪Dee的雜誌沒有提名字 那些雜誌 快走 趕不及了 待會 待會說你死忠員工 留下一些沉船 加蔥就死硬了 六毫子 死了也有很多錢 這班人 因為是老闆 Jacky那些全部是老闆 都會有很多錢 走 走 走 廖修山 是 是這樣的 因為一班人 因為利益走在一起 不要經常說 一班人追夢 追夢 追夢 沒錢吃飯 菜丫頭傻 追夢 人家走去做舞台劇 那些 沒錢那些 追夢 你們這班人 是做明星的 做網絡明星的 打算 誰知道 有經理人這樣搞定了 沒有了 未走就快走 氣數已盡 六毫子做的那個 哭仰 看風雲 看風雲 不是誰 麗菩薩說 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就過不了十年 是嗎 沒什麼的 其實 如果阿貞這樣走 本身只死了 阿家聰一個 因為你的不分主義者結婚 別人一定刺你 一定說你是最大的原因 這樣傷害女人 你這個混家產 肯定是 你六毫子 阿貞說 她哭著流我 你不要那麼多手 其實也不是多手 是品性不得純粹 別人走 有下台街 你就有人走 你管別人寫什麼 那一刻 你真的有 鼻子的眼淚出來 假也好 什麼也好 假也好 假也好 然後 喂 或者你網上不要打哭 我感謝我在公司裡 曾經有一個很優秀的員工 阿貞我祝福你 等等 你今天也不用這樣 填地了 傻子 你什麼智商 幹什麼 為什麼這麼不聰明 蠢就是蠢 那些事情不是你做的 你竹蟲入屎屁 你根本就成一群傻子 人做你就做 哎呀他擺喊相 想著一起做一下 要齊心 那樣 那大哥 不知道那些是累死你們 那大哥本身這個 六號子 你沒有的 你玩完了 你真的 不過你大把錢 和阿家聰兩個慢慢撕 洗過世 是嗎 應該做不少的 那你有資助的 你的資出不會太太 什麼的 你以前拍那麼多廣告 曾經一個王朝怎樣抹落 就是給一個 就是有些人說 可恨的網絡言論 不要賴 你是靠網絡言論起家的 雙刃劍 你自己 你這幫人 玩得過了份 是不是 你的劍可以砍人 也可以砍自己 你是靠網絡這幫人起家 然後有什麼事出了事 又說網絡言論怎樣怎樣 弄死人了 搞得我們散了 不是這樣的 你反思一下自己 有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 不會有什麼事發生 真的很愛護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人 阿禎 很厲害 很厲害 走啊 祝福他 這是什麼 大家以後 不要亂說話 你們這幫人是有流量 是有人數 為什麼阿禎到死的時候 會覺得 跟你們變成對立 因為真的是對立 你真的沒有 他走了 你不要再搞他 是不是 有沒有幫過別人 為什麼最後你說 不會 我們沒有 沒有拍片搞他 沒有說出笑 唉 怎麼會搞到這麼多這些事情 如果你們關係好 如果關係好 他收到這些電話 這些 不知道你冒充是真的 也好 冒充也好 阿禎也不相信這些事情 我前老闆對我很好 他不會做這些事情 你試試 我打過一份工作 我以前有做網媒 我老闆如果出來 勸我以前 怎麼怎麼怎麼 有人說我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我老闆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是一個基督徒 他對著一些 很弱勢的員工 我跟老闆說過 我說這些人 什麼什麼 怎樣怎樣 他的心 是建立一個碼頭 照著一些人 我說我老闆 如果 我跟這間公司結束 有人在外面傳 這個老闆是搶我的 我不相信 因為他對我的時候 我跟他是很好的關係 我走的時候也是很好的 不如你說 為什麼人家最後會說 有人冒充我們 怎樣冒用我們的名義 然後這樣什麼 你自己一反省一下 放枕頭 你們是做錯了 令到你今天 成盤生意 成個王朝滅亡 就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